今天我就邀請到一個來自紐西蘭的帥哥 他一把踩鞋 上尾第一個就沒有西方人那麼豐滿 所以就要墊補奪 然後再來就是下盤的部分 我們的下盤又比較粗壯 台灣喜歡紙片的很熟 側面看過去像一片 它好像風吹會飄那種 因為國外真的是 女生會花滿多時間去練屁股啊 像金塔達下 它就是性感的象徵 它的那個臀部很瘋 對對對好像很多國外人的人 就會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很多女生都會害怕說 我如果臀部這麼有肉會不會看的很爽 其實是不會 因為 你有線條之後你的視覺是比較立體的 不會那麼寬 腰跟臀部是有一個黃金比例 如果是0.7的話那個比例是最大的 最近金塔達下的屁股又變成 因為它產後下屁股 屁股變形的話 是要怎麼說的 可以抽其他部分的脂肪 來部皮皮 比較凹的脂肪 可以這樣 對可以這樣子 那可以重塑它原本完美的線條 那另外其實 台灣人你也會比較害怕 就是小肚的問題 其實如果說你的那個 肚子的那個脂肪比較多 你就可以抽肚子的脂肪 欸這個太酷了吧 那就可以把它移植到雙股上 所以是做一些事情就可以出一個問題 對 就是你可以瘦身 然後又可以增加上 有一些台灣的女士朋友 常常就是一直會跟我抱怨說 人家是要看我瘦嗎 譬如是我瘦下來的時候 我想我就出現啊 對 那所以這個方法 就是感覺還不錯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希望可以 可以迅速的 鋒滿很多的話 你就可以用 比如說內視鏡的融入 馬上就可以有監體魂員的效果 馬上就可以有監體魂員的效果